南亚岛国斯里兰卡陷入数十年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 民众发动示威反对总统拉甲帕克萨的施政 就连穿着白袍的医师也走上了街头 抗疫医药短缺 卫生体系快要崩溃 尽管如此 官员们仍然表示总统是不会下台 由于总统在5号取消了实施5天的紧急状态 同一时间 数十名国会议员也退出了执政联盟 让执政团队变成了少数政府 虽然总统拉甲帕克萨在解散内阁之后 也试图要组成团结政府 但执政和在野党都否决了这项提案 让拉甲帕克萨政权现在有所动摇 为了要保护环境和自然生态 泰国国家公园局就表示 从现在开始 游客进入到泰国所有的国家公园 都禁止携带保利笼盒以及抛弃式的塑胶制品 违反规定人最高将被处以10万泰铢的罚款 泰国国家公园局就表示 近几年传出不少次动物因为务实塑胶而死亡的新闻 禁止游客携带塑胶制品 进入到国家公园是为了要保护自然资源 并控制国家公园里头的垃圾量 以海洋公园为例 是为了要保护海洋生态以及珊瑚礁 而其实早在2018年就有相关的环保规定 但是当时并没有宣布任何的罚则 南海情势也同样紧张 马尼拉当局曾因为中国海警船在黄烟岛海域 违反了国际海上碰壁规则 分别召见了中国大使要求说明 并向北京提出了外交抗议 但在美国菲律宾两国举行大型军演之际 菲律宾总统杜特蒂就表示 马尼拉和北京没有任何的争吵 好就来看到杜特蒂还表示 现在这个两国可以讨论南沙群岛的问题 和菲律宾渔民的捕鱼权 杜特蒂曾经在三月底也表示 如果无二战争升级 并且向外扩散 菲律宾可能会遭到波及 因此为了避免菲律宾卷入战争漩涡 他在4月8号将会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来会谈 讨论任何可能造成冲突升级的问题 请订阅按赞分享华语新闻YouTube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及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